就是比如說你啟動表單之後 那填資料的話 假設你今天是填什麼填個DDD然後填完之後 理論上按Enter應該跳下一個吧 可是呢他變成說跳下 奇怪應該跳下面這個就要跳過變這個 然後你輸入完再Enter 他就跳到那邊去 除非你再按一個TAB 你按新增變這個地方就沒填到字 沒有輸入資料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剛剛同學好像不是這個問題 那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你們可以檢查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呢其實你按Enter 他等於是 幫你再轉換成TAB 跳到下一個 那他控制的方式呢主要就是透過在這個屬性裡面 往下拉有一個叫TAB TAB INDEX TAB INDEX 意思是TAB的鎖引詞啦 當然你現在看到這個是4 意思是他第4個 那下一個應該是第5 所以你點這個的話 TAB INDEX是5 沒錯 那這個應該是TAB INDEX是6才對 不過他現在跳到8了 那可能就是比如說你在 就是修改界面的時候 你可能又重新拉了一個 文字方塊之類的吧 那順序可能就不是按照你要的順序來走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只要把什麼 把那個順序改一下 第5 這邊記得把它改成第6就可以 OK Enter一下 然後 再來看一下下面應該是第7 對 沒錯 這個就變第8了 那如果說順序OK之後的話 那我們再輸入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TAB INDEX 的順序 OK 4 5 6 7 要照順序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首先的話我們可能要解決 可能要防呆的三個可能性的問題 那三個可能性的問題 我會有把它列在雲端上面的第5頁 也就可能的狀況 他如果說要新增資料 但是他卻未輸入任何資料 所以呢 如果未輸入資料 那我們理論上是這四個 儲存個都要檢查一下 如果他假設其中一個沒輸入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樣 跳出警告 我跟他講說 請一定要輸入資料 不然的話 再來怎麼樣 最好是把他的資料 什麼 游標再放回去 並且把他裡面的資料給清空 這要怎麼做 這個我再DEMO一下 其實就是這一段 有沒有 這個TEST BART 1 如果是空的 那我就什麼 跳一個訊息給他 而且警告這VB的 那個Critical就是XX 那優標幫我放上 記得喔 最後要ADITSUB 就一定要離開 就不要 不要再往下走了 這個地方 程式該寫在哪裡 我先DEMO給各位看 這一段 其實因為這個 底下的做法都一樣 可以先寫一段 其他拿來改 OK 那我把它放在 新增 記得喔 是放在我們剛剛新增資料的 上面喔 也就是說當他新增資料之前 你要先檢查這三件事 那我先把它放在 第一個 OK 如果沒有 這個填資料的話 那 我先DEMO給他 如果假設他都沒有填 按新增 有沒有 請輸入姓名 如果我輸入姓名 按確定嘛 游標放在這裡嘛 那我就輸入一個 111 Enter 如果再按新增 你會發現 他又 跳到這邊來 因為下一個檢查 這一定要可以輸入 OK 那一樣啦 所以其他 當然如果你只要有一個沒填 這個沒填 不行 請輸入面試考核 游標再幫你放回來 那這個要怎麼寫喔 首先第1個 請各位注意啊 一定要是寫在新增資料的上面 要先做第1個判斷 那判斷的方式 其實 當然你看到底下層次很多啦 其實是 同一個 結構所變化出來的 那我們怎麼判斷呢 第一個 如果 所以特別說 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要判斷的話 這個前面有寫過啦 反正我們就分幾個 第一個 if 如果testbox 1裡面等於空的 就什麼 裡面東西都沒有的話 然後呢 那我們不能讓他往下 所以我要做什麼呢 如果 習慣上 這邊先打個 andif 又if的話 就andif 然後再來 跳一個訊息給他 Message box 剛剛那個東西叫 Message box 然後呢 跟他講說 請 務必要輸入姓名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 把什麼 請輸入姓名這個 把它放在那個 Message box後面 他將來呢 就會跳一個訊息方塊 把這個訊息 填在這裡 購點 後面的話呢 你如果要 增加一個那個 Icon在前面 是XX的話 就是 VB Critical 那如果其他的話 VB Information 就是一個驚嘆 其他當然有些可能 至於是什麼 你們可以再查一下 我剛剛講過 你該按 F1 F1 他會有一個 跳 說明檔出來 好 那所以 跳出來之後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應該 跳警告之後 然後呢 游標就幫他放在那裡 所以就把什麼 游標放在 Testbox 1裡面 這邊的話呢 Testbox 1 點什麼 點setfocus 有沒有 剛剛用過 然後 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 記得喔 城市不能再往下走 因為如果你這邊呢 假如說 沒有增加一個 叫 離開城市的話 離開這個副城 這個SARC的話 那他 他 底下的城市還會繼續走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一定要加一個叫 ADI SUB 意思就是 城市到此為止 直接跳離了 不要再往下 OK 那這邊的話 總共等於是幾個步驟 1 2 3 一個邏輯判斷 加上 三個層 其他的部分 2也是這樣判斷 所以其實可以把 1 複製過來改 改 其實改成什麼 姓名改成 答案考核 然後 把那個 setfocus 改成 本來在1 改成2 其他 3跟4都一樣 所以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 防止什麼 防止那個 他如果沒有輸入資料 所產生的問題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判斷 是否為數字 也就是你執勤的話 現在當然這個地方有防呆了 有沒有 錢輸入 如果他 也輸入了 可是他輸入的東西 假如他明明要輸入數字 可是他輸入什麼 輸入AA 或者輸入AA BB C4 隨便輸入一些 這樣當然不OK 所以怎麼辦 你要防止 哪幾個呢 Testbox 2到4 裡面喔 不能夠 不能夠 填入什麼 填入 非數字 可是我要怎麼樣檢查非數字 特別重要 如果我要檢查非數字的話 在那個 所以 再來就是 判斷 2到3 是不是為數字 所以其實 可以拿這個來改 這個 其實拿這個結構來改 我們剛剛是判斷 他如果不等於空 等於空的 那我現在 我要去把 他裡面 不是數字的抓出來 怎麼知道他是不是數字 你可以利用一個 VBA裡面的函數叫VBA 點 點下去他裡面有個函數叫 是不是就IS IS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IS numeric 這個是是不是期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錯誤 然後是不是 沒有 沒有物件 OK 那是不是 什麼數字 Numeric 這個其實主要就是 可以判斷是不是數字 那我就刮鬍子 把那個TEST 這個 BOX2裡面的文字 丟給他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如果 他今天的話 是數字的話 那就是True 不是的話呢 那就是 False OK 那可是問題喔 我們應該抓到什麼呢 抓到是 他如果不是數字的話 我要把它 防讀起來 所以我可以喔 等於什麼呢 等於False 如果他不是的話 就等於False 就不是數字 或者另外一種寫法 不是數字 不等於False 等於False 不等於True 兩種寫法 結果是一樣的 等於False嘛 就是False 不是是 那也是False OK 不過我雲端上面好像我記得我好像是寫哪一個 應該是 是否為數字 不等於True 所以如果 等於False 也可以啦 不等於True 那我比較習慣是 不是數字 就不等於True OK 那我們一樣 Magic Box 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一樣 VVcritical 然後清空 游標放回去 然後 離開 OK 所以基本上呢 主要是要判斷 二三四 所以把二三四 這個 應該實現關係 我把這三段 C 先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 判斷是否為數字 OK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把它 放錯位置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判斷是否為數字 所以這邊的話 E 這個時候如果打個AA 然後這邊 其他都正常 就是這個 按新增 他判斷 有沒有 請輸入阿拉伯 而且是知道這個 所以他會 清空他 游標放這裡 有沒有 OK 這樣的話呢 他一定要輸入 如果他又很 直迷不悟 在 還是一樣 所以你一定過不了關 除非說你要 打一個正確的數字 按下新增 不過還有另外 第三個問題 如果他輸入什麼 輸入錯了 他給一個什麼 780分 那不對啊 OK 現在我們還沒有房呆 所以呢 最後有個問題 如何防止他輸入的 不是0到100分之間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兩段 因為蠻多地方 是重複的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的第 第六頁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OK